Hi everyone,我是Kennigy 欢迎收听尬聊音乐 快点来聊天 哈喽哈喽大家 今天我要介绍有两个作品 那我们聊天的地方 我就把它放到后面再说 其实也蛮多事情想要跟你们聊聊 分享一下 那就先介绍 我今天想要介绍的 主要有两个作品 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作品 算是 我觉得两个作品都是 终于等到你的这种感觉 第一个作品来自林俊杰 从去年十月就让大家 等到现在的 《幸存者如你》这张专辑的另外一半 《如你 Like You Do》这张EP 在三月二十八号的时候 终于发行了 然后呢 我稀稀的品味完了 这整张专辑了 就是 听完之后呢 我觉得算是 正式打脸我自己 因为我在去年介绍 《幸存者》这张EP的时候 我就脑洞大开 就想说 他们应该会玩一种 阐述对立面的方式 所以呢 我就用 我那时候是想说 他们会用《如你》这张EP 去呼应《幸存者》这张EP 所以我还说什么 他们最向往的地方 在讲坚持 然后就会有一首歌 在讲放弃 没有 完全没有 我这样听下来 然后还有 看他的新歌 发表会的访谈啊 是真的比较像是 在《平行时空》中 有两个林俊杰 一起去创作这样 应该不是说一起 就是同时在创作 那这一次的《如你》EP呢 对林俊杰来说 算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啦 就是他们用一个很棒的 《平行时空》的概念 去包装他想阐述的音乐 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代入感很强 就是你在听每一首歌的时候 你都会去想象说 另外一张EP的 哪一首歌 会是跟这首歌 去做呼应的 那当然我们听完下来 也可能会觉得 完全没有头绪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 算是一个互动的模式 而且我认为是蛮成功的 那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这一张EP啊 是林俊杰首张 全英文的创作EP 所以里面目前释出的 六首歌曲 还有包含一首 额外的remix版本的歌曲 都是英文歌 大家也知道 林俊杰是新加坡人嘛 所以我觉得英文 相较于中文 对他来说 一定是更熟悉的语言 而且有一种回归最初 用自己最初的 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 创作这张EP的想法 那其实我之前的介绍有 我觉得讲对一个点啦 就是说 而且我就是 唯一我有讲 就是猜对 对没错 就是猜对的一个点 就是我那时候有说 这是一张六首歌 跟六首歌 中间夹一首bridge的专辑 所以总共会是13首的歌曲 因为他们当初 释出幸存者 这张EP的时候 没有跟大家讲说 如你这张EP EP会长什么样子 就是完完全全的 隐瞒 隐藏到底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猜猜看啦 我就想说 应该就是六首对六首 然后因为 Well Like Ken那个时候 就已经是 就已经释出了 所以 他也很明确跟大家讲说 Well Like Ken就是一个 当成桥梁 两张EP桥梁的一首歌 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就说 应该就是 总共会有13首歌曲 那这一次的 如你释出的歌曲当中 没错就是 我觉得 就是我猜的那个样子啦 好像很骄傲 我就是猜对一个点而已 在那边 因为 扣掉第一首 被当成bridge的Well Like Ken 还有最后一首歌 那其实最后一首歌就是 其中某一首歌的remix版本 那所以他其实只是 版本的不一样 但歌曲是一样的 所以呢 从第二首开始 分别是 Like You Do 第三首歌叫做 Not Tonight 然后第四首歌是 All In Your Mind 然后第五首歌是 Head On 然后第六首歌是 Steady My Love 还有第七首 超惊喜 不知道是什么的歌 还没有释出啦 那这也是 这一次四月呢 JJ想要跟大家玩的活动 他就是一首 他跟某位女歌手 合唱的歌曲 你们可以去他的粉丝 专页听听看 已经释出的 一点点片段中 你能不能分辨的出来 他是跟哪位女歌手 合唱 然后答案好像要到 四月底才会公布 那四月中好像会 有一点点的 小提示吧 我没记错的话 那时候他的那个 访谈是这样讲的 那我自己听完 我觉得很像邓子齐 但是因为他的关子 卖得非常的深 我就不知道 他们到底会不会 就是一直 就是我在想啦 然后他的歌录 就是他释出了 这个片段的歌录 又很像K-pop 会出现的歌曲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他们会不会跨国合作 找韩国的女歌手 来合唱 I don't know 但是因为我对K-pop 是完全没有研究的 所以就算我是这样觉得 我也猜不出个什么名字来 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然后一起去猜猜看 就是在底下留言 他们应该都知道 不是他们都知道 就是你可以去他底下留言 说不定你会猜中这样 那这整张EP听完呢 其实我很喜欢里面的 Stay in my love这首歌 这首歌的曲风 很有年代感 但我最喜欢的地方是 因为他的歌名叫做 Stay in my love 比较白话的翻译就是 巩固 我的爱的这种感觉 然后歌词也是在阐述 只要我们还活着的一天 我会给你我全部的爱 就是他听起来应该是要很 强硬很强悍的感觉 对吧 但是整首歌 这些都是用一种很柔的方式来演唱 就连最后应该要很呐喊的地方 他也是用比较柔中带刚的方式来阐述 但厉害就在这边 柔中带刚 我觉得我们一般人真的很 就是一般人唱歌 很难做到这一点 你要用真音 然后逼近假音的音色 去唱那样子的高音 有些人说这是 什么混合音 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是 他其实是真音跟假音的融合 所以他不是很假音 就是他不是很虚的音 但他又有真音很实的 那个音色存在 但他听起来又是很柔的 就是要有这样子的音色 才能唱得出来 我在这首歌里面听到 这种 束手无策 但是我要巩固我的爱的那种 这种氛围 就是说 你是没有筹码跟力量去保护的 但是在这么劣势的情况下 你依然要小小声的深思历劫 为了去和你想要捍卫的爱 去做最后的拼捕的那种感觉 真心佩服 真的很佩服这些的唱功 就是不愧是被大家公认 吃CD长大的歌手 就行走的CD嘛 对不对 那所以 介绍这张专辑给大家 那这张专辑叫做 来自林俊杰的幸存者如你 那这一次呢 是终于释出了 如你Like You Do 这张EP 也就是幸存者如你的另外一半 那目前 还有一首歌没有释出来 要到四月底的时候 才会释出来 我其实一度觉得 他们是不是忘记 他们还有另外一半的EP要发 就从今年十月到现在 十一十二一二三四 半年 半年耶 半年好不好 五个多月啦 五个多月 有点给他等太久啦 然后还要再等到四月底这样子 整张专辑才会完全公布完 我就觉得 嗯 没关系 那大家就好好期待 慢慢等待 慢慢给他等下去 来自林俊杰 幸存者如你的 如你Like You Do 那第二首歌 也不是说第二首歌 第二个作品 我要介绍到的是 棉花糖的 我常常想起你 睽違了八年 棉花糖终于回来了 我觉得棉花糖对 蛮多人来说算是青春的一个记忆吧 就是像2375啊 再见王子啊 东京下雨了 还有他们修团前的最后一首歌 向晚的迷途指南 都是很多人被棉花糖治愈疗愈的痕迹啊 我觉得 但在这八年期间 小球中军 其实是没有停下脚步的哦 他陆陆续续发行了 两张个人的专辑 新知所向于巴斯特耳朵 然后还有多首的单曲 那其中呢 我真的很喜欢巴斯特耳朵里面的 何必纪念这首歌 他是少数用离世者的角度去探讨死亡的一首歌 那他近期呢 小球近期还看了自己的podcast的频道 我觉得内容超丰富的 就是从星座啊 还有人类图啊 都是小球在这一段期间 从认识到学习 然后现在能够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听听看 他的节目名称叫做 求之不得 那求就是羽毛球的球啦 就是小球的那个球 求之不得 那另外一位团员 也就是棉花糖的老板 沈盛哲在修团期间 要在做些什么勒 主要他与他的老婆 开始经营了选物这样子 那我觉得更 他们其实自己也有说啦 更重要的原因 还是想要陪伴小朋友这样 那一直到2019年的时候 他们的一位演唱会的小情首 黎氏 就是突然让他们觉得 人生无常 应该要好好把握 去做喜欢的事情 然后之后又遇到了 一位生病 然后正在附近的 他们的歌迷 然后那位歌迷在病他的时候 听到他们的歌曲 居然身体是有了反应的 就是算是更加深 他们对于付出的这个想法 所以一直到2020年 他们就正式讨论好 他们要棉花糖重启 棉花糖2.0 所以其实到去年 就是2020年 他们开始着手规划 新的作品与付出的相关活动 我有看到 沈胜哲的 Instagram有发 他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是在 创作新专辑啦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好好期待一下 这一次应该不是只有 棉花糖新的单曲而已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说不定会有一张 比较完整的作品出现 这样 那 其实 我觉得 除了目前 就是今天要介绍到的这首歌 我常常想起你之外呢 在今年2月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已经发行了 付出后的第一首歌曲 叫做 亲爱的朋友 我觉得算是跟 久违的歌迷们打招呼的感觉 因为他的副歌也是一直在讲说 亲爱的朋友啊 你现在过得好吗 再疯狂一次好吗 有没有变成你想要成为的那个大人哪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适合 非常非常适合 成为8年后 他们付出的第一个作品 你想想看 8年耶 8年 然后他们当时出道的时候是 出道4年之后修团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国中一年级 开始听棉花糖的人 到高二他们修团 过了8年 我真的是都出社会了 也是认真成为大人 所以我前面说 为什么他们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 那今天要介绍这首歌呢 我常常想起你 相较于我亲爱的朋友啊 我觉得这首歌 主要在讲的东西 比较偏向是遗憾吧 就是因为想起这个动作 代表的是已经 就是过去的人事物嘛 对不对 但主要我会觉得是遗憾 是因为歌词里面呢 在我常常想起你 这歌词之后 接的都是比较像是 当初怎么没有把你好好记住啊 或是没好好把握 像是他有说到 可是怎么也记不住你 可是也容易忘记 可是不懂得怎么一起 可是也已经失去 都是偏向比较遗憾类型的 但我觉得有时候事情 它是可以有其他空间发展的 像是棉花糖这一次的付出 他们可能在第六年第七年的时候 他们对于歌迷就是这样子的心境 就是他们可能已经忘记歌迷的长相 忘记当初他们当街头艺人 当初他们发专辑的那种那种样子 其实想要想起来 但好像又想不起来的那种感觉 可是他们选择回归 再去看看那些快要被遗忘的面孔 就是记忆就又回来了 那又或者啦 我觉得我们去 再多年后去联系以前 好久不见得 求学时期的自由 就是那种真的是很好很好朋友 可能当初毕业之后各自发展 就没有太多机会 能够再相遇的这种朋友 我们再多年后再去联络他们 其实也是打破这样子 也不是说算是打破吗 有一点种感觉 打断你觉得 我好像会要忘记他的那种感觉 因为你选择再把这一段回忆给 拉回来 但是我必须要说啦 其实这种事情 就是取决于你要不要跨出这一步 就是你会不会觉得遗憾 或是觉得可惜 你没有去联络他 或是没有去想起来这件事情 但是有一种状况是 就算你把以前的这种好的回忆 找回来 或是你想要记住想要想起的人 真的找回来了 但是他不一定会跟当初 一样这么样的美好 就是我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时候 我有在以前梅雨补习班 补习过 那那个梅雨补习班比较偏向于 是怎么讲 偏向于它不是升学补习班 它就是互动性的 有点像是绘画 有点像是那叫什么 场景录啊 那种就是 真的是跟老师玩游戏啊 然后主要是用 要用英文讲话的那种 那种补习班啊 然后在那个补习班里面 我就认识到 有一位 我那时候很好很好的朋友叫做 他叫做James 然后呢 那时候 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去补习班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老师真的很好笑 就是 老师教英文真的教得好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一起玩 然后 真的很像好兄弟那样会一起玩 一起捣蛋啊 然后一起跟老师 因为也不是顶嘴啦 我们那时候觉得是顶嘴 但其实也就是跟老师打屁哈啦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那那个时候 那两年左右的时间 其实我们都还蛮喜欢去补习班 就是下课 就很喜欢往补习班跑 是因为就会有可以玩的伴在那边 那但是到他国一之后 也就是我小六 我们两个都陆陆续续离开那个补习班了 可是因为感情很好的关系 所以其实在离开之后没多久 都还有方式联络 可能住家里也住得比较近一点 可是一直到国中啊 高中就断 就是完全是失联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后来去读哪里 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 但是到我高一的时候 那个时候好像Facebook刚 比较盛行一点 就是刚起来 然后从那个时候得知 他好像考上了某一个高职的学校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到高中了嘛 他那时候好像高二我高一 如果以就是年纪来看 因为他大我一届而已 然后我就得知他是进入到那个学校里面 但是我还是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联络他 结果呢 我就有把这件事情跟我高中的朋友讲 然后我高中朋友就说 我有认识那一所学校的人 要不要帮你问问看 因为他是有认识学长姐 要不要帮你问问看 有没有就是James这一号人物的存在 我说误好啊 然后结果他真的是问到了 而且更屌的是 他问到了他的手机 所以我有一天回家 因为我已经拿到他的手机好吗 我就打电话给他 然后我就问他说 James你还记得我是 我是谁谁谁你还记得吗 以前在某某补习班 一起的那个男生这样 然后他说记得啊 然后我就大概跟他聊了 大概跟他聊了一分钟 因为传说我就是想问他 近况好不好啊 然后怎样怎样 但是因为他的反馈给我就是 哦我记得你 但你要干嘛 就是这种感觉 他 虽然我是想要跟他再变 就是那时候的感觉是 我们说不定有机会可以再 约出来吃个饭啊 还是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的反馈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就想说 哦那应该 嗯 虽然我们那时候很要好 但是因为过了好几年时间 其实大家也都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步调在走 那他也没有打算想要解我的话 那我就觉得哦那应该就是这样子了吧 只是说 嗯 我想要分享这个故事是说 嗯就算我刚把那个记忆找回来了 但是有一个点算是我完成了 就是我这几年一直想要找他的这个结 算是解开了 如果我没有打通这种电话 我永远不会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跟以前一样 就是会想到以前那个在补习班很快乐的时候 但是嗯 因为我有打所以我得到了答案嘛 所以就不会一直困扰我说我还要再去寻找这一个人啊 我就有好有坏 就是我没有一定要他要想起来以前多好 因为这样也太变态 真的 我只想说哎 我试着联络看看 但是如果你不要那你就那你就没关系 只是我算是把我自己的结 心里面那一块想要找他的那个 那种感觉给解掉了 就是不会有一个东西卡在那边的那种感觉啦 对 所以这是一个补习班的故事 那其实这首歌啊 应该说其实这一集我原本想要在这一次的廉价就录好 然后放上来 但很难过是发生了那个太鲁格的那件意外啦 其实我那时候有试着想要录录看这一集的podcast 但我发现我那几天的情绪真的是没办法 没办法录音 尤其是因为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吧 大家有记得有新闻报道说某位网红罹难 就是确定罹难嘛 我那天看新闻的时候真的是从早放空到晚 就是我没有办法思考任何事情 他虽然不是我的朋友 但是他是我朋友的好朋友 他们是多年的好友 而且他们甚至几个星期前才 就是两个星期前才见面而已 而且我和我朋友在前一阵子还有一起聊到他们 其实我只是透过我朋友知道这个人 知道他很有才华 但是看到新闻的当下我还是感觉很无助啦 就我都有这样子感觉就更不能想象我朋友他的心情会有多低落 而且越来越多的报道出来我真的是没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控制那个情绪 一直都是很空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但你就觉得 这个人就是消失了 这个人就是不见了这样子 所以一直到今天我才想说应该是差不多了吧 可以来介绍了 那因为这首歌也出了一阵子了 不能再多了 对 所以想说 趁我就是觉得心情已经比较平复的状况下 好好来介绍这一次我想要介绍的两个作品 那这两个作品呢 就是来自林俊杰的《如你》 这张一批正式的问世啦 还有《棉花糖》《葵梅八面》再次复出带来的全新单曲 《我常常想起你》这两首作品 那其实还有尬聊东西可以开始了 就是今天啦 今天我录这一集的时候是台中停水第二天 然后我真的跟你们讲水有多重要 超级超级崩溃 其实到昨天第一天停水的时候 我们家本来就有除水了 就是因为直到停水 我们就有特地用水桶除水 就是除 主要是上厕所 然后洗手 跟洗一些小的碗盘啊 杯子 就是存着以防不实 就是以防万一啦 那因为我们想说有水桶的关系 就我们家顶楼还有个水桶 那应该是不至于到第二天没水可以用 可是因为 它不是昨天第一天停水 它其实在前天 今天是星期啊 星期三是不是 好 星期三 今天星期三 它其实星期一的时候就有稍微停水了 然后我们就得知我们家的水桶 好像在晚上的时候就 就没有水进来了 因为通常水桶我们进水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 就是帮扑在打的声音这样子 但是那一天晚上就是没听到 然后有听到都是很短暂的 然后就结束 然后就结束这样子 所以我们再猜啦 有可能星期一我们家洗完澡的时候 我们家的水桶应该就不是满水的状态了 因为就没有水进来了 然后就一路到12点就正式停水 所以他们应该是有提早停 或者是有些区域是提早 因为水压的关系 然后就不供水了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昨天 我们这样子用下 我觉得我们家水桶应该 昨天一整天 本来就只剩下可能三分之二 或是二分之一的水 就是一半的水而已 所以我们家昨天晚上洗完澡之后 就是正式宣告美水 超 超崩溃 真的太崩溃 因为我早上起来 刷牙的时候我整个大傻 因为我常说 我昨天洗完澡的时候不是还有吗 我昨天洗完澡的时候 水压是很强的 就是还有水的状态 但是已经没有热水了 因为它水压虽然强 但是它不够 它还是比一般的水压还要来得再弱 那你水压不够高 就会 那个那叫什么 热水器的瓦斯会没有办法着火 就是没有办法滚啦 就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昨天洗澡的时候 已经是冷水洗澡了 然后天气又不是特别的热 所以非常冷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就是 水就给我直接用滴的 我超难过 我想说完蛋 而且因为我是 我的发质是属于油性发质的人 所以我睡到起来 我的头发基本上就是很油 然后我习惯每天早上会洗头 但我今天就是没办法洗头 我现在就很难过 我很难过一整天头发都是油的 然后等一下还要去上班 我的天啊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只能等今天 12点过后水会不会回来 但我觉得也很难 因为水要先进水塔 所以水塔要到一定的水位 那个水压才会回来 而且刚来的水也 我觉得不一定是干净的 应该是蛮浑浊的状态 所以就是 再等等看吧 我已经做好今天就是水沙发 就是不洗澡死不躺床的那种人 我没办法耶 你们有办法不洗澡躺床 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做不到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真的要爱惜水之源 原本去年想说 没有台风来 然后还蛮开心的 因为就不会有灾难啊 不会有灾害啊 这样子 没有什么农作物啊 受损啊 菜价那些都会涨 但是 好我们就知道台风跟美与季节有多重要 就是你一年没有来 真的是会差很多 那由于 大家有多地理 就是台湾的地形真的是 山跟 就是高山跟那个出海口 是非常 非常短距离的 因为我们的国家就这么小了 对不对 那 其实我不知道蓄水对于台湾来说 到底是不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这一次中南部停水 就更 我算是更想要理解 更想要去了解 我们台湾水资源 到底为什么能 没有办法去 就是除蓄这件事情 因为基本上我们应该是 要没有 就是 要没有 旱灾的一个地方吧 这据我的了解 台湾应该不能有旱灾吧 就是要也不可能 严重吧 对不对 就是顶多就是警戒说 快要旱灾了 大家要小心用水 然后雨就来了 对不对 就往年都是这个样子啊 往年就说 要旱灾了哦 雨就来了 要旱灾了 雨就来了 但今年真的是 从去年到现在真的是没有 除了北部当然不讲啦 北部的 封面那些跟 南部真的是 还是有差 就是 北部就是都在下雨 我在基隆待过三年 就真的是都在 都在下雨 那中南部真的好惨哦 真的好惨 但是有一个 就是小确幸 是我今天 因为真的是没有水啦 所以你也不可能 洗米洗菜啊 就是没有办法在家里自己做饭吃 那我们就要今天就是 叫那个披萨 然后得知了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 可能大家都没有办法 就是做菜的关系 所以今天披萨 叫的时候 非常的难定 不是非常难定啦 就是 他 就是 送的期间跟做的期间 都隔了非常的久 就是因为 订的人太多了 然后 他们订单太多 然后人手不够 就导致他们迟到啊 然后什么的 他 他还特地 打电话来跟我说 那个你刚刚订的那个披萨 因为订单太多 所以 我们刚才出发 但其实已经过了他们 就是 公告 就是 订完之后 他有一个 到达时间嘛 就是说 你12点订 12点20分就会到 那20分没有到 他们就会送那个 什么迟到券 还是什么的 然后其实20分的时候 他就打电话跟我说 他们的外送员刚才出发而已 然后我就说 不要急 不要急 慢慢来 没关系 就是你们生命安全重要 不要为了 就是赶这个 因为我觉得迟到就迟到了啦 就是你不要为了赶这个 然后 让外送员有安全上的顾虑 这样子 我觉得是不需要的 那他有打电话来致歉 我觉得很棒 很棒 我是定打没了 很棒 很棒 算是一个小确幸 很久没有知道披萨了 但我认真觉得 就是大家 好好珍惜水自愿啦 所以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太重要 太重要 那没有水真的 你什么 很多生活上的事情 都不能做 像我们家就是 水桶一二楼 都是水桶 我看到水桶 真的很想去泰国玩泼水戒 你知道吗 但我 想说 马上我们可不可以来玩泼水戒 我就被我妈打死 对 那就是 跟大家聊一下 就最近 这两天 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家台中停水 我觉得很严重 也影响到生活了 是认真 没有水是会影响到生活的 你就连上厕所 你都要想一下 因为你不知道 你冲马桶水 就是你除下来冲马桶的水 够不够了 然后 有一件事情 有些人会疑问说 为什么 我不停五公一 或是停四公一 就是不要停两天 要停一天 不要停两天 停一天就好 我是有听到 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但是 我自己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 但又不知道他 有没有道理 就是说 他们说如果 只停一天 但是是短时间 一直这样停一天 停一天 停一天的话 会导致管线跟开关 因为水压的关系 会有 管线爆破的危险 或是管线坏掉 开关坏掉的危险 因为短期间 一直开关 那个供水的那个渣 这样子 所以 我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啦 但是 另外一个想法是 真的有那么 漏吗 就是 那个东西是不管做多好 或是 维修的多好 都 都会因为这样子 短期间开关 而导致坏掉的吗 能不能就是 更新或升级 哪一个 就是 我也不知道 那要怎么讲 所以 我就给他 他们给的这个 答案 我自己是蛮接受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 四天供一天的话 你等四天 一个礼拜之内 你就要开关 那一个供水的渣 两次 对不对 两次的话 其实 蛮可怕的 就是 我自己是觉得蛮可怕的啦 就如果他真的爆破的话 那 后果应该就是 另外一件事情了 就是要处理的事情 又更多了 这样子 所以 公武亭二 真的是我们就是忍吧 忍吧 真的是忍吧 然后 希望 中南部的水库赶快好吧 赶快下雨 真的是 就是拜托老天爷 然后 其实有时候下雨 也很会 就是还是会害怕灾害啦 就是 你也不知道他会下多久 像有一年不是下 一两个月嘛 那水灾就超严重的 就是 还要嘛 下超多 要嘛就是没雨 这样子 很可怕 所以 大家 还有就是北部的居民们 如果你是住在北部的人 目前的 因为苗栗跟新竹的水库也 快要 快要步行了 再来就是 桃园 再来新北 就桃台北了 所以 不要想说 不管你的事情 那是中南部的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 如果你们 用水量还是持续太大的话 我觉得 全台到时候 缺水是 如果再不下雨的话 全台缺水就是 唯一一个 结果 对啊 因为你不下雨就没东西啊 对不对 不下雨就是没水 所以 大家还是要节约用水一下 然后不要太浪费水 就这样 好吧 那今天这一集的podcast 就到这边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